總統蔡英文宣誓要在二零五零年達成 淨零排放 要怎麼達成這艱巨的目標 國發會原本去年 就要提出淨零排放的路徑 延到今天公佈 提出四大策略 兩大基礎 能源運輸 駐商等各部門 都要積極推動減碳 為了達成目標 二零三零年之前 大約要投入將近九千億的預算 二零五零 淨零排放已是世界趨勢 臺灣要怎麼達成呢 上午國發會與各部會正副首長 正式宣布淨零排放路徑 其中我國預估到二零五零年 用電需求量會增加兩趴 但會推動去碳電力 讓碳排降至零 增加再生能源使用六到七成 國發會掛保證 雖然用電增加又要減碳 但不會缺電 非電力部門 像是產業駐商部門到二零五零 減碳幅度高達近九成 運輸部門的減碳量也會超過九成 不過減碳有這麼容易 喊出來就做得到嗎 事實上 目前國內規劃至二零三零年 從現在起八年內 減碳幅度約為二十趴 二零三零到二零五零 二十年間則要以飛速 減碳高達七八成以上 針對最關鍵的二零三零年所設定的減碳目標 相關部門坦言還要再檢討 不過環團認為國際上都已提出 若要順利達成最終目標 二零三零年就要有一定的減碳成效 一些高碳排產業 像是鋼鐵業都要提出低碳製程 甚至去碳電力都比台灣早十年達成 但蔡政府的階段性減碳目標十分模糊 相關減碳做法國發會估算 到二零三零年需要投入近九千億的預算 包括既有計畫一千兩百億 國營事業投入四千四百億 新增計畫三千兩百億 並相信政府會帶動民間投資超過三兆元 記者們王新中台北報導